好 我現在穿好了 好看啊 我跟妳說 好漂亮 這件昨天韓國才到貨 真的假的 但是我穿起來裙子不會太長 沒有沒有 我們都穿這麼短耶 不會不會 沒有 你最近這邊都 這邊完全修飾妳的腿型 是 是 那這個藍色適合我嗎 等一下 必須講 我必須講妳在怕什麼呢 這位客人 因為我不知道他適不適合我啊 沒有 妳要站好 妳站好 要加油 來 擺個姿勢 擺個姿勢有沒有 好看 真的 有架勢有沒有 氣質 性感 OK 來 謝謝 先 買到 先這樣子適合我嗎 適合我嗎 小姐妳要 真的適合我嗎 請我講一句心裡話 好 我覺得這件裙子 可能會讓妳的比例 可能不是那麼好 來 妳回來了 我們要思考 我跟妳講 不要被影響到 真的 妳憑良心講 妳自己照鏡子這樣看 妳覺得哪裡不好嗎 其實是感覺滿高挑的 對啊 那就好啦 我跟妳看 又覺得哪裡又怪怪的 我跟妳看這件比例的問題 等一下 我跟妳看 這件衣服上次誰穿過 Jenny 買了 妳穿這件衣服出來 我跟妳講 妳只有脖子以上 跟它不像而已 真的很好看 別高挑 高挑 很高挑 而且有氣質 有吧 我告訴妳 因為我第一次買藍色的衣服 我都買紅色粉紅色 我跟妳差不多 我自己有戴一件 真的嗎 而且我回去就是改這個裙長 我們這個店員 他要改裙長 然後鞋子還要穿那麼高 但妳不用 妳今天沒有 妳沒有改 妳身體就很好看 而且我們再告訴妳一個 非常中肯的話 因為妳的臉長得非常的可愛 但是妳穿上這件衣服之後 妳會顯得一點成熟 很棒 她不是想要成熟 但我覺得妳會過於 會超臉 這是老氣 小姐妳的職業是藝人嗎 藝人 也就知道 你看像小Call也這麼奇怪 名字就他了 所以妳要把自己的特色做出來 買了 長相沒單 妳是小Call 但妳穿上衣服可能變老Call 是真的嗎 妳是在旁邊 沒有 我那妳要不要買啊 妳要有可愛的框架 對 我女人就是要擺扁 好不好 這就是妳成熟去婚禮 也有道理 婚商喜慶 都是有 而且我講一個金句好了 臉是沒辦法選擇 但是衣服代表妳的品味 妳可以選 真的 對 人家脖子以上 可愛 脖子以下 成熟 有內涵 而且這個顏色超顯白 對 好顯白 貓妹問一下 性感 可愛這種 妳什麼星座 我獅子座 獅子座 火象 對 火象 火象紅色 妳要買藍色來搭配互補 人是講究五次 真的 而且妳知道嗎 水克火 水克火 你這個顏色 完全把妳靠 想不想要有錢 當然要有錢 對 財人會不會 買三套 三套都沒有的 褲褲褲褲 妳這個又樓空有沒有 性感 我跟妳講女人不能夠 那不會不好搭嗎 妳那要怎麼搭 女人不要太直接 妳要若隱若鮮 妳四肢這麼鮮 因為我運動有線條 還很肉嗎 有肉肉的感覺 沒有 妳沒有肉 現在的人喜歡那種 有一點帶一點肉肉風雨感 又有微微線條 妳要穿衣顯瘦脫衣有肉 我買了 買單 買單嗎 很功 妳要講什麼啦 等一下 我們員工教育一下 她又不是花妳的錢 妳是這樣 不然妳欣賞怎麼來的 買單 買單 請坐請坐 好 請坐請坐 第一比交易成功 我跟你講這個衣服 其實我買回去之後 我每次穿上 這真的是妳的 不是妳婆婆的 不是 我發現它是兩件事 對 它是兩件事 對 它是兩件事 它是兩件事 對 其實 但是因為那店員 真的很誠實的跟我說 我穿起來真的很有氣質 那因為我這一生中 就是一直在追求氣質兩個字 所以我聽到氣質 我就這個就吸引到我 因為我就覺得有的衣服 我可能穿起來太媚仔 或者是太性感 或者是太露 所以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改變形象 所以她跟我講氣質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買 再來她就說 因為這個裙子沒有太長 如果我穿到腳踝的話就過長 我個子不高 這種只是過膝的一點點 就會比較有質感 那因為她跟我講說 這是藍色系 我穿起來真的是顯白 那我就想說 好像我衣櫃裡面 沒有這個衣服 沒有這個顏色 那我就覺得好像很可以耶 所以我就把它賣下來了 這件單價你還記得嗎 199 沒有那麼便宜 沒有啦 大概1000出頭吧 這樣一泡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在當下就是照鏡子的時候 我覺得看那個鏡子 我覺得非常的高挑 那妳應該買那個鏡子 對啊 我去家裡照 這鏡子 對啊 但是我回到家 我回到家 就覺得那個鏡子 我自己家裡的鏡子 跟在現場看到的鏡子又不一樣 但是它鏡子也沒有擺鞋 就是它是這樣這樣 正正的擺 但是就是有高挑感 可以啦 老師我覺得上電視可以 對啦 上電視拍照可以 可是妳不能穿去 比如說下午茶 或者是喜宴啊 或者是就是跟人接觸 如果妳要看它 因為跟人接觸 有人看到 就會看到沒有質感 連這樣感 就都是破載 就是它有線頭 但是如果只是照片 就是我覺得還好 那讓妳記得 妳就千萬不要再披個圍巾這樣子 為什麼 就披著就這樣 連莎莉姐都不會這樣穿 對 我覺得這件給婆婆 一切解決 好的 好 那我再講另外一套 就是妳很喜歡這種 那我想會買 因為店員也講了一個關鍵詞 他說我穿起來很像仙女 仙女 不是啊 從森林走出來的仙女 那種白白的 然後很仙的感覺 仙女是從森林裡的 仙女是從森林裡的 不是 但是說從森林走出來的仙女 魔神啦 魔神啦 但是我曾經也是算命 因為算命是說 我是七仙女投胎下來的 對 我就覺得很有感啊 所以我穿的時候 上輩子的衣服 對 而且因為它也是兩截 是還說是可以分開穿 然後它有一點點就是那種 蕾絲的感覺 那我覺得我自己本身 就蠻喜歡蕾絲感 蕾絲痛 對 然後再來 因為它這個裙子 是有點像那種A字裙 那因為我下盤比較有肉 所以我穿起來我就覺得 蠻合理的 蠻好看的 這一套也差不多 一二八零嘛 也不貴嘛 我覺得這套比剛剛 小偷其實是好個人 對 很好 但是重點是這一套 我穿進去的時候 我發現回到家有點透 那這裡面穿小可愛啊 小可愛就會變得很明顯 即使穿白色的小可愛在裡面 就怎麼看都像內褲 對 就會覺得它太過於透了 讓我沒有辦法穿 給婆婆 給婆婆 來一下眼影 但是你要提醒婆婆 不要穿白色的內褲 但是她穿膚色也是會有 一點點感到 下一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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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